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观看了这么久的海贼王,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最喜欢里面的哪位角色呢? 觉得里面的哪位海贼实力更强呢? 今天就给各位小伙伴来介绍一下海贼王里实力一场恐怖的高手吧 当然了,今天要介绍的这几位虽然比不上四皇 但他们直径而辞,成为出过手 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喜欢的呢? 第一位,光为玉天 这位生前实力强横,之前还是海贼王成人之一 后来被凯多总认为攻至死 并且,还是因为要保护自己的小弟 有此可见,光为玉天的实力还是非常恐怖的 第二位,女牛 这位作为最后一位出现的大将 实力也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我们可以从他的那句话推断出 他是无限能量型的强者 不知他会不会在何之国中出现 如果出现的话,不知道陆飞该怎么面对他呢 第三位,空谷 这位曾经也是海陆军三军统帅 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 甚至居住地都搬到了圣地上 就算是战国都没有这样的大鱼 实力也是可想而知了 第四位,龙 相信龙,大家一定不陌生 毕竟龙不仅是革命军的领袖 还是男主角鲁飞的父亲 虽然从未出手 但是,从他敢顶撞天龙人首领就能看出 龙的实力一定不会太差 当然了,就算龙的实力再强 也不可能强过四皇和三大将的 毕竟,他们可是海贼王里的实力天花板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视频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